3月15号星期一 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蒙托邦谈到与新冠肺炎大流行作斗争的背景下做出的新决定 马克龙说 面对卫生危机 他想恢复可见性 以使得当前的情况变得更加清晰 而健康压力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特别是在法兰西岛 新一轮的隔离威胁正在日益增加 在同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马克龙表示 法国将暂停注射阿斯利康疫苗 直到3月17号星期三 欧盟发表有关意见为止 马克龙强调 看待这种流行病的现实时 必须考虑到所有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 政府正是根据这些情况的发展而做出新的决定 目的是使我们的公民能够在日历上清晰地看到病毒的发展路径以及政府采取的措施 但是主宰时间的是病毒 而这种病毒有着强大的不可预测性 当被问及 基于目前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是否可能会重新划分法兰西岛的疫情状况时 马克龙在蒙托邦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 需要根据每个城市 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研究该流行病的现实状况 当天早些时候 法兰西岛主席瓦雷里·佩塞斯曾表示 由于当地受到第三波疫情非常猛烈的影响 很有可能会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阶线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